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曾经爱的浓烈的丈夫仅公开包养情妇 生下私生女 还企图让她尽身出户 国民都替她怒了 有钱有言有地位的她竟然一点都不反抗 还默默忍受 当丈夫选择离婚时 她甚至哀求自己愿意抚养小三的孩子 长达十一年的忍辱负重 却并没有换来丈夫的回心转意 是什么让这个天之娇女忍辱十一年 她的丈夫又是何方神圣 接下来请收看这部韩版重生之高门嫡女恶斗传 女主不是别人 正是踏雪归来的韩国第一钱金 卢素英 故事还要从两年前说起 2019年12月 韩国前总统钱金卢素英突然起诉 与其老公韩国SK集团董事长崔泰元离婚 而这之前的崔泰元其实早在2015年就公开表示 希望和卢素英解除婚姻关系 2017年为了离婚 她甚至主动起诉 只不过当时被卢素英拒绝 按理说判星星判月亮 这下终于要迎来两人都愿意离婚的皆大欢喜结局 可崔泰元却完全开心不起来 甚至要哭死过去 因为就在2020年5月 卢素英再次向法院发出离婚起诉时 附带要求崔泰元赔偿他3亿韩元的赡养费 除此之外 她还申请法院禁止崔泰元转移遗产 要求分割崔泰元在SK集团持有的42.3% 总价高达16亿美元的股份 42.3%的股份是什么概念 在韩国 结婚超过20年的配偶有权分一半财产 有人计算 这次总分割财产除了股份还加上房产等各种七七八八 恐高达84亿人民币 雪上加霜的是 从2019年秀到卢素英要反击的崔泰元 就算计着赶紧抛售股份 转移财产 结果千算万算 把自己埋进坑里 卢素英一方面早已悄悄收集完所有资产等证据 另一方面 就在最近 沙尔法院正式裁定 韩国SK集团 会长和首席执行官崔泰元 在离婚财产分割结束之前 不得操作自己持有的任何SK股份 富豪打官司 最心疼的不是人 是钱 这无疑相当于从崔泰元身上活生生的割肉 而且是大块猛割 据韩国媒体收集的民意调查和业内律师分析 崔泰元出轨在先 本就是过错方 另外臭名昭著 卢素英胜算概率相当大 如果最终分得前夫一半股份 他很可能一跃成为SK集团第二大股东 和韩国第一大女首富 加上如今自己三个子女都已经陆续进入SK集团高层 如果与其他股东联合 很可能把崔泰元彻底踢出权力中心 卷铺盖走人 果然印证了茨维格那句警示名言 所有命运馈赠的礼物都已在暗中标好了价格 像当初 崔泰元仰仗妻子卢素英父亲卢泰元的帮扶 才一跃成为有权有势的韩国富豪 现在终于都要还回去了 而这一天 卢素英已经等了11年 这得是多沉得住气才反败为胜 1961年 卢素英出生的时候 卢泰元已经当上了警备司令官 有一位这样春风得意的父亲是莫大的幸运 作为司令官的女儿 在物质生活上 卢素英从来都不知道什么是匮乏 优越的教育环境 使她愈发的聪慧和优雅 卢泰元格外喜欢这个冰雪可爱的小女儿 即使是在繁忙的公务之中 也一定要抽出时间来陪伴女儿 要是一般的女孩子 很容易被宠得骄纵跋扈 在父亲的宠爱和众人的恭维中 长大的卢素英 却并没有成长为一位刁蛮公主 这与她温和善良的天性有关 但起着决定作用的 却是韩国的总体环境 韩国属于儒家文化圈 对女子的要求依然是谦和柔顺 相夫教子 卢素英贵为高官之女 也摆脱不了传统的桎梏 这也为她人生中最大的悲剧 埋下了伏笔 时常有人说 婚姻是女人的第二次投胎 对卢素英而言 她的第一次投胎 碾压了无数人 第二次投胎 却清满了心酸屈辱的泪水 1985年 卢素英前往美国留学 在美国 气质高雅的卢素英 吸引了无数追求者 很多人并不知道 她的父亲是韩国政要 而是单纯的被她的温婉美丽所吸引 在众多青年才俊的群追不舍之下 卢素英却偏偏选择了崔太元 但从外貌来看 两人并不相配 崔太元相貌平平 甚至还带了点土气 不过 她的来头却很不一般 她是韩国著名财团SK集团的继承人 这个财团在韩国实力十分雄厚 据统计 SK的经营范围有化工 能源 流通 服务等多个领域 是韩国第三大跨国企业 所以崔太元身价高昂 是不少人眼中炙手可热的金龟婿 然而和卢素英在一起 就也还是她高盘了 在她俩恋爱期间 卢素英已经在韩国政坛声名显赫 是总统之位最有力的角逐者 所有人都相信 这位手段强硬的将军 成为总统只不过是时间问题 1988年 卢素英问鼎总统宝座 随后卢素英和崔太元打婚 总统是自己的老商人 作为一个商人 还有比这个更让人兴奋不已的吗 那时候 卢素英沉醉在爱情里 根本顾不上思考一个问题 崔太元娶她 是因为爱 还是因为家族利益 一或是二者兼而有之 时隔多年 崔太元的想法 可能只有她自己才知道 但是众所周知的是 她是这场婚姻中完全的赢家 卢太元爱女心切 也因此爱屋即屋 为女婿的生意 打开方便之门 很多商人们最大的愿望 就是官商勾结 通过政策优势 打压竞争者 不过用金钱贿赂 终究是不光彩 也不稳定 只有血情和殷勤 是最靠谱的 崔太元在老泰山的庇佑下 大杀死方 生意越来越风生水起 她的背后站着卢太渝 这在韩国 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 卢素英的婚姻 也还算幸福 崔太元在生意上 要养张岳父 在家庭中 自然不敢得罪妻子 他们相处得很好 先后生下了两个女儿 一个儿子 作为一个思想传统的韩国女人 卢素英对自己的生活很满意 丈夫事业有成 女儿聪明可爱 这样的家庭 完全配得上美满二字 只不过 卢素英并不知道 这美满的生活 是由什么来做保障的 是权利 卢太渝的权利 就是护佑卢素英的一把利剑 只要卢太渝掌握权利 哪怕崔太元厌倦的妻子 也不敢堂而皇之地乱来 而一旦卢太渝倒下了 卢素英也就失去了保护身 1997年 卢太渝被韩国大法院 判处17年有期徒刑 虽然不久后就获得了特赦 但是他在政坛的影响力 却早已不复从前了 大树已倒 最先遭殃的并不是卢素英 而是崔太元 2003年 崔太元因为经济犯罪被逮捕 要入狱三年 卢素英到处奔走 一方面 他四处求人救出丈夫 另一方面 他还要打理好家务 照顾好孩子 本来养尊处优的他 变得憔悴不堪 夫妻之间 如此也算是共患难了 本应该更加倾身 头位的崔太元这张脸 其实 结发夫妻之情 早已飞到九霄云外 令卢素英错愕的是 丈夫出于第一件事 就是登报公开 私生子自白书 在长达三页的内容里 崔太元不仅吐槽自己 与卢素英早已有多年的隔阂 还曝光自己的情人和私生子 呼吁老婆放他与真爱一条生路 而丈夫和口中这个真爱 金熙英早在五年前 其实就搭上了 金熙英小崔太元15岁 曾入围美国地区韩国小姐 为了能赶紧在一起 她不惜近身出户 与前夫五个月就完成离婚 并放弃儿子的抚养权 也就是说 两人双双出轨 可在崔太元的口中 金熙英却是一枚傻白甜的仰慕者 她是一个单纯的女孩 她从来不注重钱 她在乎的只是我这个人 讽刺的是 崔太元受到爱情滋润神魂颠倒 以激动 还为情妇创立了一家慈善机构 两人在一起五年 还偷偷生了一个女儿 这之后从2011年开始 崔太元就正式与卢素英分居 迷目张胆与小三开启同居模式 一开始 卢素英曾公开表示 愿意把两人私生子接回家抚养 可金熙英哪能吃这种亏 八卦的韩国媒体 也慢慢地开始吹风 啥都不求的金熙英 一边住着崔太元给他买的豪宅 一边开始楚楚可怜地发出哀怨 太元哥 那么你想一直夹在两个女人之间吗 就千军一发之际 发生了前面卢素英起诉离婚的这一幕 狗血的三角关系 谁都没想到笑到最后的却是看起来最柔弱的卢素英 卢素英先于2017年 安排大女儿崔永珍进入SK生物工程部工作 成为集团高层 接着2019年又把二女儿崔敏靖 工匠到SK国际贸易部门做管理 早年得糖尿病的小儿子崔颖靖 也于2018年从布朗大学物理系毕业 进入SK清洁能源部门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原来一切都在掌握中 也就是说 三个孩子都在自家集团站稳脚跟后 卢素英才以迅猛之势突然发起反击 她喊话丈夫崔太元 现在我认为让我丈夫找到她迫切想要的幸福是对的 看来曾经的韩国千金 还是要比韩国小姐贵太多 要知道离婚成功后的卢素英 不光能得到九千亿韩元的分手费 还能分走差不多半个SK 她用人让财阀渣男 见识到了什么叫做韩国千金 事后卢素英曾在社交网站 写下这样一句话 忍 孙 等 是父亲的座右铭 这必定是一条艰辛的路 想必如今的金锡英恨得咬牙切齿 假想未来有朝一日 如果崔太元变得一无所有 她还会爱得那么痴情吗 其实从结果来看 不管是金还是金卢 手段都非常高明 两人也因此被誉为 韩国最强小三和最强原配 毕竟没有谁是真正的输家 卢素了爱情 金书了明节 可想想 当初那些混着血和泪的岁月 可都是卢素英一个人熬过来的 反观当年那个信誓旦旦许诺的男人 早已被名利俯视的面目全非 可这位一直退居二线在家的千金小姐 却未曾放弃过自己的向上胜仗 这才能打出如此漂亮的一场翻身仗 同时也告诉人们 忍气吞声从来都换不来幸福 与其低声下似维持婚姻 倒不如坦然放手 勇敢追求属于自己的人生 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我是权力者游戏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我的频道